上一期呢跟各位朋友们介绍了就是空气污染 与老年痴呆的发生是有一定的关联的 也是老年痴呆高危的12个因素之一 那今天呢就给大家接着上一期的内容去聊一聊 在国内怎么去查自己所在的省份 或者自己所在的城市的空气质量 以及当你所在城市的空气质量不好 该做哪一些的应对 那关于空气质量为什么会影响我们的大脑 那在上一期呢说的比较清楚了 如果没看过的话可以点击视频的链接 我推荐大家一个比较方便的去查空气质量的一个网站呢 是叫做这个 我把网址呢打在这个视频下方的评论里 它网址呢叫3w.86pm25.com 那进了这个网站之后呢 你就可以看到非常细致的一个信息 它所有的这个空气质量是按照省 然后每个省点进去呢 还可以看到每个市的具体的空气质量 那在首页呢 我们可以看到空气质量最好的前十名的城市 那前三呢就是普尔市 安顺市 海口市 然后空气质量最差的前十名这里也可以看到 那目前最差的是和田地 那应该是新疆那一边 在这个网站下面拉下来就可以看到 这个全国空气质量的实时排名 这里呢可以点击你所在的一个省份 这个AQI呢你就可以理解为 这个数值越大是越不好的 那如果空气质量啊是优的话 那基本来说啊就没有什么问题了 也没有什么需要特别注意的 那做好其他的老年痴呆相关防护就好了 也就是说延迟退休保持脑力活动 啊地中海饮食 盐控三高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 那以及每日锻炼做好这些就可以预防老年痴呆了 那在这里呢我专门啊给大家举例查一个地方好了 那我找到我的粉丝关注数最多的一个地区啊 我发现是江苏省 好的那我们就去查江苏省啊 点开来之后发现啊江苏整体空气质量是偏凉啊 也不是说最好的那一档啊 在江苏所有的城市中空气质量最好的是连云港式 那空气质量最差的呢是禅熟 张家港淮安这些地方都出现了一些轻度的污染 那如果恰巧您就是禅熟人的话 那该怎么处置这个后面的问题呢 这里呢教大家一些技巧 首先呢你就点击禅熟室 然后我们呢就可以看到禅熟室里面更加细致的一个信息了 你可以把它拉下来啊 首先可以看到禅熟过去24小时空气质量指数的一个趋势 那根据这个呢主要是要判断啊 就是每天中什么时间段它的空气污染是最为严重的 那一般来说大部分的城市啊 空气污染最严重的时间都是啊 上午10点钟大概到中午2点钟的这一段时间 那后面有作用就是这段时间你要限制尽可能的减少外出的时间 然后呢像这个网站这里也同时有个健康指引 就建议说儿童老年人心脏病呼吸系统患者 应该尽量减少体力消耗大的户外活动 如果真的要出去的话 尽可能的避免那些污染比较重的一些时间段 那如果真要出门呢建议大家戴口罩 那当然最专业的口罩肯定是那种专门防片2.5的 但是那种戴着呢呼吸的阻力会很大很难受 尤其我的视频观众大多也是老年人就带普通的医用 外科口罩就好了 那现在呢刚好是疫情相信很多人家里呢也背了相关的口罩 那戴上那种口罩呢根据一些研究数据表明啊 是可以达到这种专业的PM2.5口罩效果的接近50%的 然后如果您在室内的话啊 那尽可能的就购买一些空气净化仪 那你现在上某宝的话呢 搜索空气净化仪 然后PM2.5点进去之后 那会有很多的标准 像有一些滤芯呢是专门能够处理这个的 能达到90%或者99以上的这个清除率 然后长期开这个 因为没办法 毕竟如果你的城市就是中毒污染的话 那只能通过这种途径来尽可能的减少对自己的伤害 此外呢如果你所在的城市空气污染比较重的话 像空调这些清洗的频率也要更高一些 可能每一年都要请专门的空调清洗的这个师傅 用专门的一些材料去重新处理一遍 好的现在那您是不是已经会查询自己所在地的空气污染了呢 赶快去查一下吧 如果真的不太会查的话 也可以在视频下方留言 我呢也可以帮您查一下 并且给予您一些建议 好的如果有什么关于阿尔茨海磨病相关的问题呢 可以在视频下方留言 我呢会尽可能的回答各位朋友 祝各位朋友们健康 再见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